而配合行政院振興卷的政策 各部會也陸續推出了加碼卷 而其中園民會推出面額 一千元的愛媛卷 總計有十萬份 而為了解愛媛卷的推廣 及使用的情形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今天是來到了屏東縣進行考察 園民會推出的千元面額愛媛卷 全台認證的店家有八百多家 為了了解愛媛卷的推廣 及實際的使用情形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來到屏東勝利新春 創意生活園區的園百貨 及三地門鄉內的認證店家 進行考察 我們這麼多的一個部落裡面 如何讓整個地方的經濟 還有整個地方的一個 在創造更好的一個生機 愛媛卷的部分 就是可以在我們園百貨 各大商家去使用到 多多使用這樣子的方案 跟這樣的方式來做消費 跟我們店家做消費這樣 為了鼓勵民眾 在原住民商家消費 園民會除了與地方政府 合力大力宣傳外 同時規劃哀圓券的使用不限次數 用完為止 讓消費者在使用上更便利 未來也將推出第二波加碼回饋 民眾只要在園民店家刷台灣配 會有一定的回饋比例 全台認證八百多個店家 其中屏東花蓮及台東縣 就佔了四百六十多家 經過實際考察後 立委也向園民會提出建議 立委武立華表示 行動支付的數位經濟是未來趨勢 希望藉此鼓勵原民店家 提高數位支付使用率 同時歡迎抽中哀圓券的民眾 在疫情趨緩的當下 帶著家人到部落走走 順道到園民會認證店家來消費 一起攜手挺過疫情帶來的影響 原市新聞歌手 屏東三里門 屏東市採訪不到 感恩 台東手是屏東火厚的影響